我們在去年有針對這個 幾個部分做了演練 包括社區的防疫演練 長照機構的防疫演練 以及針對疫苗接種的普及化 做了預先規劃 那我想未來 假如有可能提升到第四級 第四級就是包括居家令 所有人不得上班上課 這個部分我們會進行規劃 也會進行所謂的兵推演練 居家令如何執行 居家令不只是只有交通封鎖 還包括哪些是必要的維生系統 像醫院 像藥局 像民生必需品的超市 居家令的期間 能夠出外的時間跟次數要限制 這個我們會盡早規劃 規劃完成後就做一個範本 這沒有問題